字幕提供 堪稱本世代畫面最佳的遊戲之一 由FPS之父John Carmack率領團隊打造的 《黃怒煉獄》 除了射擊之外還有更多的遊戲方式 展現出此類遊戲少見的自由風格 不論是PS3或是Xbox 360版 都有著同樣每秒60幀的穩定畫面 除了些微距齒外 畫面精緻程度甚至遠遠超過目前大部分暢銷遊戲 在自由世界中不論是戶外場景或是室內擺設 都有前所未有的高清晰 畫面大多彩黃色調 加上服裝和建築呈現的特殊風格 強調近未來世界的荒涼 製作團隊對於光線和年華液體的處理特別有一套 有許多特別展現這些元素的關卡 尤其是怪物身上的液體 看了真的會有種噁心的感受 雖然少部分地方會有材質模糊的狀況發生 但整體來說不管是開闊場地或是細節 都是非常令人讚嘆的 相較畫面來說 音效並沒有特別突出的地方 但也中規中矩展現了該有的水準 人物對白佔了相當大的比例 不同的口音都充分表達出每個人的個性 不過卻沒有太多能讓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槍枝和戰鬥音效非常棒 車輛會依據改造方式而有不同的聲音變化 把敵人的車子殺掉時特別有快感 戰鬥時音樂緊湊 平時則帶著濃厚的低沉風格 更為這個廣大世界增添了一點荒涼感 雖然是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但操縱非常容易上手 瞄準難度並不會太高 多變化的遊玩模式 玩起來更有角色扮演遊戲的錯覺 介面簡單易懂 面對五花八門的武器 特殊彈藥 車輛改裝都能很快的操縱自如 本作有特殊的自救系統 玩家在死亡時會進入電擊器的畫面 只要按照畫面上指示的方向輸入按鈕 越是成功回復的體力也會越高 同時還能電擊身邊的敵人喔 除了射擊以外 遊戲中還有開車要素 在探索廣大地圖時很方便 也可以在小遊戲中用賽車贏得獎賞 故事敘述近未來世界 隕石撞擊地球讓整個世界變成荒蕪的煉獄 僅存的人類靠著武裝在變種人的威脅下求生 由於遊戲中可以接的支線任務非常多 再加上每個任務都因為戰鬥而模糊的劇情走向 長時間玩下來主軸並不明顯 劇情也流於解決每個NPC交代的任務 每個任務拖的時間太長了 而且晚一段時間後會發現 故事並不如想像中的浩大 而是不斷地在各地奔波 世界觀龐大但故事並不浩大 或許是最適合替本作劇情下的主解 《狂怒煉獄》並不是凡第一人稱射擊遊戲而已 除了豐富的支線任務 還包含了駕駛要素 豐富多元的武器加上多種類的子彈 面對不同敵人時都能有效應付 此外還有許多路邊博弈或是卡片對戰的小遊戲 有超多種不同的變化 線上模式有車輛對戰及合作任務 車輛對戰提供玩家在特製的場地 用改造過的車輛攻擊對方 而雙人合作模式則是能與好友一同完成不同難度的任務 不過一些支線任務過於冗長 有時候浪費了遊戲初期帶給玩家的驚喜 《狂怒煉獄》帶來的視覺震撼是無庸置疑的 而多變的遊戲體驗也是其他FPS遊戲所無法比擬的 多變的遊玩模式及豐富的支線任務 加上樂趣無窮的線上模式 是款非常值得一玩的遊戲 《狂怒煉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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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